歡迎大家回來第318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另外comment like and share follow我本人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部 明天才上映的新片 叫做poor things 可憐的東西 這部電影的來頭 慢慢累積起來都相當大 首先就是在未來的奧斯卡金像獎 總共有11項提名 另外前兩天的英國演藝學院 即是英國的Oscar 頒獎的名單出來 他總共獲得五項提名 也全部這五項提名都得了獎 或者我講一講這五項提名 和得獎是哪個項目 分別就是最佳女主角 就是Emma Stone 最佳的製作設計 production design 最佳的costume design 服裝設計 髮型和化妝設計 還有就是最佳的視角效果 從這幾個大家都知道 這部電影一定是在視角上高 成績也很出色 另外在金球獎 也獲得了兩個獎 都是很重要的獎 就是喜劇或者音樂片 演類型的最佳電影 和最佳女主角獎 這個電影基本上就是一部 集合了很多歐洲頂尖的 電影技術人員 和美國幾個演員一起合作 導演是一個希臘人 名叫Yagos Lanthimos 其實在過去十幾年 聲明都著氣得很快 或者你首先從導演開始講 他今年不算是年紀太大 就是剛剛五十歲 就是1973年出生的 他也有趣的 因為他爸爸其實就是一個 籃球明星來的 所以他自小都可以打籃球 一直都是有加入職業籃球隊 一直是去到他讀完大學 才退出 即是不再打籃球 大學的時候也不是讀電影的 最初收讀的就是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業管理 大學畢業之後 就不再打籃球 就走了去再讀電影 就在雅典最出名的一間電影學校 就叫做 Stavacos Cinema and Television School 那裏 即是修讀電影 畢業之後 他其實最初都是拍很多MV 很多電視的廣告 也都是替很多劇團 拍了一些舞台劇的紀錄片 又或者是實驗短片 一直是去到這個 2004年 就是跟雅典當年的夏天奧運會 拍了開幕和閉幕的短片 第一部的長片 就是在2001年 一部主流的商業片 就叫做My Best Friend 就跟另外一個導演合同 一直是去到2009年的 一部叫做Dog Tooth 狗牙的片 就開始讓名了 首先就在這個 康城電影節那裏 就某種注視的項目那裏 即A Certain Regard 就拿了這個大獎 跟著就 在2011年就拍了一部叫做Else的片 就是在這個威尼斯 就拿了最佳的編劇獎 那真真正正是 即是 即是 他都可以說是 廣為人知的電影 就去到這個2015年 就香港都公映過的 就叫做單身動物園 The Lobster 那就是在康城 就第一次是競賽了 參加 也是拿了這個評審團獎 那2017年就拍了一部叫做 聖陸獵殺 The Killing of a Secret Deer 那就是 亦都是在康城 是競逐這個最佳電影的 不過就沒有獎 但是那一套戲呢 其實就 那個評論也都相當好的 就英國有一個 我都經常follow的一個 挺出名的影評人 叫Mark Kerrmode 就把這個戲呢 是跟波蘭斯基的 Rosemary's Baby 還有這個Exorcist 是相提並論的 那去到2018年呢 他就拍了一部恭維片 就叫做Favorite 就是第一次 就跟Emma Stone合作的 那部片呢 就在威尼斯 也都拿了這個 最佳的評審團獎 也都在Oscar那裡 是提名這個最佳電影 和最佳導演的 那今年的poor things 就是2003年 應該說是去年 的poor things 就有11項提名那麼多 而且也都在威尼斯那裡 就這次奪得這個 金斯的最佳影片獎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 聲明是越來越厲害了 那他 其實一向以來 他的電影都是 可以說是比較 比較極端的 又或者是比較 你都可以說 有些怪雞的 特別是題材方面 就譬如 舉一個例子 例如好像 The Lobster 就是單身動物園 那他是講一些 失意的人 就是精神病人 進入了一間精神病院 然後 一路治療 如果他們治療不好的話 其實他們就會變成一隻動物 但他們可以各自 選擇自己變成一種 什麼的動物 那 Colin Farrell飾演的 這個男主角 為什麼這個電影叫做The Lobster 其實就是 他選擇 自己變成一隻龍蝦 很多 他都很喜歡拍 有關動物的東西 雖然都未必一定是正常的動物 譬如 就算片名帶到資料 譬如 2009年的Dogtooth 狗牙 Lobster 還有 這個 2017年的聖陸獵殺 至於Poor Things 其實都有很多動物 但是那些動物去到 Poor Things的時候 是奇形怪狀的動物 甚至是幾隻動物 集合為一種 集中動物 而特別是去到 Poor Things的想像力 你都可以說是 去到一個最高的 最極端的一個level 這個電影就是 改編至一個 愛爾蘭的小說 這個小說家就叫做 Alistair Gray 其實他就 在2019年就已經去世了 大約2016年左右 就是 這個 Yagos Lentimos 看中了他本書 就特意去找他 去愛爾蘭找他 是 欺商 那個書的版權的 那時候他年紀都很大 就是那個作家 他立刻就找人 放了一些 Lentimos的 場片給他看 很有趣的 他還告訴Lentimos 他說 其實我老到 脫節到我DVD 我都不懂 怎樣去操作 所以他就找人 買了一些DVD 然後教他怎樣去看 去看DVD 然後 因為 本身那個小說 就設在 Glasgow 所以 Lentimos 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特意 帶他 走勻 那個小說 在Glasgow 發生的 所有的地點 去實地去看一次 這個小說本身 都有些怪雞 其實就 簡單的說 可以說 是 差不多是一個 現代化了 雖然他的背景 是設在 大概是 維多利亞時代 但是他的寫法 就是很現代化 是一個現代化了的 科學怪人的故事 他同樣都是說一個科學家 類似Frankenstein 這樣的一個科學家 就是 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出來 而是創造一個 一個男人 今次 這個科學家 在戲裡面 是William Dafoe飾演的 他的名字 叫做 Godwin Baxter 這個名字都有些意思 等一下再說 他找了一個女人的屍體 然後 將他的 腦 換成一個 嬰兒的腦 做了一個 新的 科學 女怪人出來 由於他是一個 嬰兒的腦 所以他基本上 對這個世界 是完全沒有任何 perceived的印象 但是 他做了這個 這個人出來 他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學習很快 變得 所以他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採取了 雖然他具備了一個 成熟的一個身體 但是他很快 就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去學習了 這個世界的一切事物 但是因為他沒有 之前他沒有一個 怎樣說 或者是說 人類一個正式 循序漸進的 一個文明的教育階段 所以他很多事情 對他來說 很多都是一種衝擊 而且因為是一個嬰兒的本能 所以他很多時候 是用一個感官 或者是身體上的感覺 作為一個先行 例如吃東西 例如掌握一些語言 甚至是認識自己的身體 因為這部電影 是Emma Stone做 他假設很漂亮 雖然我覺得Emma Stone 不是那麼漂亮 但也有很強的吸引力 所以 他不能說是魔鬼與天使的結合 但很明顯是一個很純真 純真到有一個寶寶仔的思想 和一個成熟了的女性身體的結合 所以周圍的男性都對他很著迷 包括了這個科學家本身的一個年輕助手 是一個以色列人 還有就是Mark Ruffalo飾演的一個商家 甚至到最後 其實Mark Ruffalo 是帶走了他去環遊全世界 或者補充一下 就是William Dafoe飾演的科學家 他本身其實 他才是真真正正正一個科學怪人 因為我們知道科學怪人的譯名 就是中文譯名 英文名叫Frankenstein 但在英國小說作家Mary Shelley的原著裏 Frankenstein其實就是科學家的名字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搞錯了 兩者之間的身份 Anyway 在戲裏 William Dafoe飾演的 叫做Godwin Baxter的科學家 其實他自己 因為他經常整容 又進行人體實驗 他其實自己都進行了 為自己的面孔 進行了很多次的整容手術 所以他有很多疤痕 然後一疊一疊 是挺肉酸的 那麼 William Dafoe整個造型 他都說 那個makeup都很複雜 他說每一天都要三點鐘 即半夜三點鐘就要起床 去化妝 足足是化這個 至少化四個鐘頭妝 至六個鐘頭妝 然後 卸妝都要兩個鐘頭 所以都很嚴重 Anyway 這個名字 Godwin這個名字 其實原來就是 Mary Shelley的父親 即Francistan原住的父親 叫做William Goldwin 而這個 Godwin的寫法就是 God-Win 所以他的身份就好像一個神 就創造了Elmer Stone的Bella Baxter 這個女科學怪人 而這個 甚至在戲裡面 Bella Baxter 都稱呼Godwin Baxter 做God Anyway 整個戲就是由 Mark Ruffalo飾演的 Duncan這個角色 一路帶著Bella Baxter 去環遊歐洲 中間 首先就是一個 很豪華的郵輪裏面 一路travel去 然後 去到 去到Lisbon 然後 再去到 Paris 然後一直流浪都 拉美 其實 Bella 再回到 他家裡 那 而 剛才也說過 因為他是一個 寶寶仔的 心理 所以 他 時不時 搞出了很多 的笑料 或者很多 令到 周邊的人 很尷尬的行為 例如他吃東西 用雙手 塞進口裡 又或者 他聽見 寶寶仔哭 他很生氣 他簡直想 去 打 寶寶仔 又或者 他見到有人 跟他 單眼 他以為是一個禮貌 就不斷 跟對方 去單眼 其實對方 去Fly 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他發現了自己的身體 一些 所謂的 奧秘 其實就是 對性方面的 享受 當他發現 原來他可以享受 聖大給他的樂趣 的時候 他就覺得 既然這麼開心的事 為什麼我們不經常 搞事 就是這樣 而這件事 對Mark Ruff 來說 就是 求之不得 而且 差不多是一個最 令到他沉迷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 他踏上去之後 兩人不斷沉迷在這個做愛的過程裡 到最後 而在郵輪上高 他也開始 Bella Baxter 也開始 很大的機殼 去追求 一些知識 什麼書 他都看 而他也 額外聰明 所有的東西都吸收了 但吸收了 未必表示 他可以融會貫通 所以阿經 也引起了很多 有時的 不必要的誤會 但是他 對整個世界 就產生了一個 是完全 你可以說 不避世故 或者是 一些 罪惡的觀念 所影響底下的 一個 全新的概念 到最後 他也覺得 Duncan再不能夠滿足他 他覺得 好像被他上了加鎖一樣 他就決定 上了岸之後 就在巴黎 拋棄了他 然後他又流浪到 去到一個 很豪華的記載裏面 當然那個 媽媽先生 那個龜母 就是 龜婆 很難得 有一個 對性方面 完全完全開放 亦都很開心 因為可以賺錢 亦都是對 所有的客人 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選擇 一天還可以做很多次 一個這樣的妓女 你說他多開心 慢慢 Bella 就成為這個記載 最出名 最紅的阿菇 但又慢慢 他又覺得 經過很多奇形怪狀 奇奇八怪的一些性的 聖的 玩意 或者行為 之後 他又開始懂得選擇 然後 又再跟 Duncan 又重逢 然後 輾轉輾轉 所以整個戲就是一個 這樣的 亦都可以說 他 混合了一些 science fiction 亦都是 因爲 整個背景就是 在維多利亞時期 亦都有古裝片 亦都有喜劇片 亦都是 他這樣的形式 藉助一個主人翁 因為他對世界有一種 全新的概念 所以 經過他的遊歷整個過程 就反映到很多 我們人類所謂的文明社會 的黑暗面 或者是腐敗 其實是一個 諷誓的小說的類型 而電影 亦都是因爲 大家可能聽我說的 一個故事 亦都知道 中間 是牽涉到很多 床上戲 很多性愛的場面 那 那戲 我想最 控動的一件事 或者是 所謂吸精的一件事 就是 Emma Stone的表演 而Emma Stone 也都 他很喜歡這個導演 我看了很多訪問 他覺得這個導演 就是 兩個人很配合 而且 亦都很相信 很相信這個導演 所以 對他來說 他 亦都很 支持這個戲的 意念 和導演的概念 所以 他 一開始就是 有什麼都可以做 對他來說 性 正 裸露 就是三點盡路 或者是 很多很多 不同的 這個 性戲的 遊戲的 場面 他都 完全是 全裸上陣 所以 這個戲 就是 一個 荷里活 當紅的 女星 肯這麼大膽去 演出 這件事 就造成一座 很大很大的 行動 那 而 當然他們有一個 解釋 為什麼 導演 當然他不承認 這件事 是一個剝削 而是 完全是想表達劇中人 劇中人 Bella Baxter 一個這樣的 思想 所以他 找這個 又或者這樣說 所以他的解釋是怎樣 他曾經說過 他說 我一早開始 就決定 這個電影 為了終於 這個原著 終於這個人物 他說一定不能夠 拍成一部 很拘謹 或者綁手綁腳的電影 所以一定是要 很奔放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 所以他跟 Emma Stone說的時候 但是Emma Stone 好像一說到 特別是說到 Sex 他說Emma Stone的反應就是 Yes I see I get it 然後總之他任何的要求 任何的 描寫 Emma Stone都是 照單傳收 現在整個戲看出來 當然 嚴格來說 他當然不是一個色情片 但是 戲裏面很多這些 我沒有數過有幾多場 但我相信起碼有十幾場 這樣的片段 如果不是有長有短 甚至連Mark Ruffalo 都全裸上陣 所以 造成一個現在的 所謂的吸精效果 但是與此同時 這個導演也很聰明 我覺得他 你說他是不是有一個 vision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他聰明 為什麼我用聰明的意思呢 是說 Given一個這麼感情 這麼感官化的一個故事 他懂得用一個美輪美喚 目不下級的 目不下級的 一個這樣的視覺的效果 去包裝這部電影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電影的而且確 是 你是會有一個很大的 除了Emma Stone的裸體演出之外 也有另一個很強的吸精效果 所以電影無論在攝影 報警設計 化妝設計 服裝設計 等等 這方面 都是相當新鮮的效果 因為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故事混合了幾種不同的類型 而Lentimus 亦決定不把自己困猶於某種特定的類型 例如這部電影 雖然設計在Victoria的時期 但他就決定 給一些指示給製作者 給製作者 設計製作者 這些 完全是一個很自由的做法 而且是希望他們 你想到什麼 你放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一方面 有時候這部電影好像很Futurism 好像未來主義 有些 交通工具 飛船式的設計 在空中飄浮 然後 所有的Skyline 當然都是 有很誇張的色彩 是很人工化的 但是另一方面 那些報警本身 根據導演說 其實他最初想在東歐實地取景 但後來為了配合整個整體視覺的意念 就決定把整個電影在片廠裡拍 甚至連在Lisbane的街道 都是在一個開放的片廠裡拍的 所以每一堂景 也都是 我發現Lisbane原來 整個電影不是太多錢 就是3500萬美金 但是 那些景 可能是因為整個電影在 匈牙利的片場拍 所以 價值會壓低很多 每一堂景都是很豪華 很大的 但是 又有實又有虛 還有那些顏色 是相當相當之極端的走去 有些是相當鮮艷 很誇張的色彩 但也有一些是全奶白的報警 線條很簡約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是相當成功的 而且那個構思的確 是你想像不到的 譬如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景 它的屋頂 全部都是 好像 耳膜的構造 很多高高低低的 好像小山幽 但是它的顏色 全部都是奶白色的 那麼 去到 譬如 這個巴黎的記載裡面 就全部是一些 藍色 和透明的玻璃窗 但是 因為那是一個記載 所以那個 玻璃窗 那些落地玻璃窗 那些pattern 就全部是一些 男性的性器官 很巨型的男性性器官 又或者甚至 連牆上的報警 譬如 它可以把整個街道 陷入了牆 那裏 但是它又沒有 故意用一個掃式 令到 你是特寫的時候 你再看清楚 它的背景 才能看到 其實牆是立體的 又或者是鏡 鏡 鏡 兩邊有兩隻耳朵 衣服 服裝也是 好像一些時裝表 但是有時候是短裙 有時候是一些 很雍容華貴 但是突然之間 有兩邊的袖 很誇張式的 晚禮服式的服裝 男男女女也是 Bella本身 因為她 一路成長得很快 頭髮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拉美 當然 其實 演員都留了長頭髮 但是要薄 薄到拉美 那一場 她結婚 差不多 有四尺 那麼長 她慢慢慢慢 在學習之後 其實 過程 拉美變得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成熟 造型又開始慢慢變化 你可以說 這個是相當成功的 而在色彩 和攝影方面 亦都作出了一些 挺有趣的實驗 那個戲 亦都是有黑白 亦都有彩色 我看回他們的報導 或者是導演和攝影師的訪問 原來開始 導演都打算是用黑白拍的 後來就覺得 可能那個想像越來越豐富 就決定前面那一段就是黑白 然後一路隨著Bella的變化 色彩就越來越誇張 到後來她覺得 那個誇張 即現存的菲林 即codec 現成的菲林 都不 好像都不滿足 那個色彩的落差 對比 都滿足不到他們的追求 就被她發現 原來就以前在16米里的時代 Codec其實出產過 是一種叫Ectochrome 的16米里的彩色片 但這個彩色片 就不是菲林 而是正片 即是換句話 一拍出來 你不需要經過 這個洗印的過程 本身已經是一個正片 其實這種菲林 我記得在70年代 我們TVB的菲林組 當時我加入了他們 跟很多導演做編劇的年代 菲林組拍的那些其實就是這一類的 所謂的reversal 正片 被他們發現了 因為他們的年紀都不是太大 攝影師和導演發現了這種菲林之後 就覺得那種濃度 就很適合他們 他們對這個 這個戲的視覺效果的追求 就故意叫這個order 重新再生產這種菲林 但就變成35米里 這個我覺得都是相當有趣的實驗 可以說一下他的戲的攝影師 叫做Robbie Ryan 其實都很出名的 他拍過的戲 最主要就是有幾套 都是Ken Loach的電影 這個我都發現都頗有趣 頗意外 因為這個戲那種誇張 和那種華麗 剛剛跟Ken Loach的那種 很現實主義色彩的電影 是很不一樣的 譬如有些什麼戲呢 舉例是有這個 2012年的The Angel's Share 就是自取威士忌 2014年的Jimmy's Hall 就是偏偏愛自由 2016年的I Daniel Blake 就是我不低頭 和2019年的對不起 錯過你 Sorry I missed you 而Ken Loach去年的最後一部電影 The Old Oak 亦都是Robbie Ryan做攝影的 這個戲應該在短期內 香港都會做的 Anyway 而Robbie Ryan 不過他不是第一次和Lantimos合作 爭寵的時候已經兩個 第一次合作 這個戲呢 我自己的感覺 雖然我也要承認 我不能夠Accused這個戲 特別是關於性方面的描寫 是有很強的剝削成份 或者是嘩種取寵的成份 但是嚴格來說 我覺得 這個原著 甚至現在的戲 這個意念 其實我不是 第一 我不是覺得很新鮮 一來這種諷誓式的 亦都可以說流浪式的一個小說的體材 其實在很久之前 十六七世紀的時候 在歐洲都流行過一段的時期 至於你說 我覺得最不被說服的就是 這個所謂用一個嬰兒的腦袋 去放進去成熟的一個女體身上高 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她很多嬰兒式的所謂的行為 那些是不信服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所謂 去觀察小朋友去看嬰兒的那個世界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其實是掌握不到的 很坦白說 我們嘗試去 當然我們可以用很長的時間去觀察 嬰兒子或者小孩的行為 而去推斷或者估算 到底嬰兒子和嬰兒是有些 到底怎麼想事情的 怎麼看事情的 當然都可以用一些科學的研究 是可以作為輔助的證明的 但是我們到底是否真的可以 進入到一個所謂的嬰兒 嬰兒子和一個小孩的世界呢 我覺得去到最後 這一套的理論 其實都是成年人的眼光的一個理論 所以你看到戲裡面 比如好像Emma Stone 他吃東西 把食物塞進口裡 即是他用手吃 塞進口裡 沒錯 這個行為 那些嬰兒子是會的 一來那些嬰兒子不懂得拿筷子 不懂用刀叉 常常會用口 用口 即是塞進口裡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個有趣 又或者是 你會以為是一個很直接 很直覺的一個行為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另一個解釋 除了他不懂用工具之外 就是他的手小 他的口也是小 但是他的手一拿的時候 他拿的數量 其實是會比他的口 所承載的容納的 是為多 所以他一塞進口裡的時候 第一 他不懂 所以他連手指 一整塊塞進去 塞進去 嘴巴也容納不了 所以他會這樣按 或者兩隻手這樣塞進去 如果這個戲 這個Bella吃東西的畫面 但是他的手是大的 他的手大 沒錯 但其實我們看到 他捉的食物的數量 即是容量 其實沒有大過他的手 他的口也是大的 所以現在 你看出來 他當然是在模仿 一個小孩 一個嬰兒的行為 當然我們看 這是一個嬰兒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甚至是 其實嬰兒 甚至他 一時之間 他未必是可以分辨出 那個是液體 那個是一個固體 又或者是很乾 又或者是很硬 那些東西是分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 去到最後 都是 一個藉口 所謂的諷刺 這個成人世界 那個諷刺 其實從這個角度出發 你可以說成人 什麼都是不對的 什麼都是錯的 就形成了 我覺得 在戲裡面 是一種犬餘的效果 對我來說 這種犬餘的意識 其實如果 你真的 一定要說 是一種諷刺的態度 或者諷刺的目的 我覺得是太容易了 所以我覺得 那個戲 其實 那個喜劇的效果 是隨著 那個戲的發展 是一路一路 越來越薄弱的 去到最後 我只能夠說 就是 那個戲給到觀眾 當然是最大的滿足感 其實就是 那個視覺方面的效果 好